在在江湖大纳这个新山欧空日地顺的所在 有一个委员帮助法庙台湾特邮政主流成业 关于在地区大作适合主流成业提示环境的顺庸 其中有一位顺庸林省委已经是直接在地区头下定 灌水来累着这水的流血 这委员帮主流成业有更多的环境空间 在大纳的地园里面不仅是种在五角力地顺的地方 也是台湾地区中保育绿动物 加以制作最大的环境 我想目前的就是主要棋堤地的减少 因为像农地的减少就是台湾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 而且道路的开也会变成这个 棋堤地就会变成零零碎碎的 棋堤地的零碎化 棋堤地的零碎化 那就造成就是说他们主情之间就没有办法 有这种基因交流的现象 这个也是一个很严重的这个情形 加以制作是全世界只有在台湾分家人地区 但是近年来它的缩量已经越来越久 那个就是啦 但是比较高 这边是我的主缘 这个是无可律品种 我们挖这个的目的就是要让它残暖 残暖它的蝌蚪在这边有水的地方 它就可以存活下来 比较 比较一定会有水在这边啦 你如果像外面那样如果 没有下雨你又没淹灌的话 它水很快就干掉 吃食堆的减少 让加以制作业不像以前时 常常都可以看到 但是有一群人 因为就帮助好友加以制作业 划定在自己的立面 来祭坚适合加以制作业的环境 有一个青龙伙伴 现在也是拿标章的伙伴 他就找我一起去听 我要去公司他们办的 办的那个说明会 我是听了觉得说 有兴趣啦 我也是想说 友善的栽培 让这个特有种可以在这边 有存活的机会 对啊 加以制作业的环境 不只是要有极材 极材的沉沉 也会影响到加以制作业 可以在这边使用 其实猪若树喜欢住的环境 我们有去测过它的遮盖度 就是树林啊 或者是植物茂密遮蔽的话 至少要超过百分之六十 就是我们一块空地啊 从上面看下来 至少有百分之六十都是被植物的树叶覆盖的地方 那株林就刚好是蛮适合的 因为株子这两边长起来之后 盖住的这个环境啊 我们统计起来大概都是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遮蔽度 第二个就是它的底下要有积水层 因为猪若树蛙的繁殖 它会利用一些浅的积水 大概在二十公分左右的浅积水 然后公蛙在树上叫 母蛙会去树上挑选它喜欢听的那个叫声的公蛙 然后到树下面的积水处去打软泡 然后生殖 然后问题就来了 我们的研究发现啊 猪若树蛙的蝌蚪需要大概十八天以上 它才会从软粒蝌蚪然后变态成小蛙离开水域 所以如果树林底下的积水没有超过十八天的话 事实上对猪若树蛙蝌蚪变成小蛙的成功率是会比较有影响的 搭着友善加以脆弱的环境时 人们会做成得顺的三种减资 为了这里还有更多人的道理保有加以脆弱的工作 他们的母教今年也办法优先 加以脆弱的拥産品标准 让苹果困境有适合加以脆弱的人偶 让他们的敌顺可以经过任务 让消费者看到 其实蛙类是最好的保育指标 我们经济上有所谓的先期指标 其实蛙类在我们生态环境里面就是一个先期指标 因为蛙类是两栖类 它必须要有水域然后又有露域 所以环境非常非常的敏感 所以今天我们愿意来保育猪若树蛙的7地 所以事实上就是保育我们未来台湾的生态环境 在我们的环境调整之后 不可以使用荣耀 为了保护加以脆弱 需要用不到的方式 我很感谢台南农改厂的方瑞张黄博士 他在对于建议我用友善栽培以后种种的支持 病虫害的防治他会请荣改厂的专家过来 还有土壤的检测很感谢他 林顺伟先生因为自己保佑加以脆弱 也让他食材更多的朋友 保佑加以脆弱的路上 也因为有他们的到三天 让林顺伟先生更有心心走下去 其实只要把这种气地上关系的伙伴 顾好 其实气地有了 野生动物要利用这样的气地就有机会 但是我们常常会忘记了这个关键 然后以物种为角度思考的话 可能就会有一些保护区的设置 但是这样就会让这个农业 跟保育野生动物的栖息就会脱钩 我们现在只是重新把它找回来 对 然后我们也希望这样的结构是最永续的 就是这个产业会一直永续下去 然后农村农业都一直永续下去 农夫也会继续存在 然后租若树花就会有家住了 这是我们的愿景 记者帮家营 彩虹布兜 这个地方是我们中国三个地方 可以说是很高兴的地方 这个地方一直未来 大概差不多是八十几天的休息 现在有意愿的厂商 已经高达一百多下 我们今天的动局 代表我们中国 有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嘉义官 大家三个文区同步启动 四个重大建设 再加上蔡英文总统 八月十三来选择 无人机国家队要设在嘉义 带动他的嘉义的外境 这所有的重大建设 如果没有中央支持举举举 一项就不可能完成 今天嘉义两个方向 同时开启动 这个立宿后的 这个在 台湾的党 算头一回 嘉义招头而已 共议佣 嘉义与厚亲 大家作为大名 贡Arthur 贡猬闹 感謝 政府支持 给自己担多 恭喜 大家 视频